欢迎收看旅行社员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 我是Idy 这一期就是这次短期训练营的最后一集了 在前面5集中我帮大家把操作流程梳理了一遍 还针对调色和提升立体感以及局部曝光调整做了系统的讲解 Lightroom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并且功能很强大的后期调色软件 无论您是初学还是职业摄影师 Lightroom都是值得推荐使用的后期软件 但是这些功能虽然很强大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注意 避免过度使用毁掉一张照片 今天咱们就来细数一下这些需要特别小心使用的参数设置 帮助大家闭坑 感谢Tourbox提供完美舒适的操作体验 在调整这些参数的时候呢 让操作感变得更顺滑流畅 经常有小伙伴给我发来照片 让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实际上一张照片无论是前期拍摄 还是后期调色当中 很多的细微操作差别呢 都会让结果看起来非常不一样 所以很难找到具体的问题 所以不如咱们一起来找找问题的根源 咱们就按照Lighton工具的摸人上下顺序来说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找 可以找张照片 边看视频边自己试一试 看看您是不是平时很喜欢用 今天说到的这些参数设置 那可就要小心了 首先是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参数啊 其实就是对比度设置 我呢用Tourbox按下这个对比度快捷键进行切换 然后呢转动旋钮提高对比度 这会让照片的颜色呢 看起来过于浓重 高光的部分呢还好 注意看阴影 也就是照片当中所有深色位置的颜色变化 然后呢再看直方图当中的曲线变化 这足以证明啊 对比度影响照片当中很大范围的曝光 所以呢要特别的小心使用 事实上对比度除了对曝光有影响 还对饱和度有影响 注意观察左侧建筑上的玻璃颜色 增加对比度之后呢 是不是变得更黄了 而且还黄的很不自然 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理由 一定要少用对比度参数 在第四集中呢 我特别的比较了一下 对比度和清晰度的差别 那清晰度设置作为一个小范围的边缘对比度呢 过度使用也会让照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它不仅让颜色变了个味儿 还让照片啊显得更脏了 千万不要错把这种效果呢 当成是立体感和质感 虽然呢它确实有增加立体感的作用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提高清晰度 又不会过度使用呢 我平时后期的时候啊 会把照片放大到200% 在拖动清晰度数值的时候 观察建筑边缘和暗部颜色的变化 例如这栋楼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 提高清晰度的数值 楼顶的边缘啊 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清晰 明显 立体感更强了 但是下面这个单颜色的位置 就开始产生了一些颜色的变化 原本是灰色的楼顶呢 出现了大量的白色高光 这就说明该往回拉了 已经有过度使用的征兆 这个方法啊 在那些玻璃多的建筑上 效果不是很明显 甚至看不出来是否过度 所以呢 尽量找玻璃少 且边缘明显的元素来进行观察 过度使用清晰度啊 还会产生新的噪点 所以呢 一定要谨慎的调整 在阴天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加一点去朦胧参数 来增加通透度 是十分有必要的 这个功能的效果呢 很综合 有一点对比度和饱和度结合的效果 但又不完全一样 过度使用的话呢 依然会产生大量的噪点 让阴影看起来比较的脏 整体画面呢 也会过分的夸张 违背了真实的风景 所以在调整的时候呢 通常加很少量的去朦胧 就可以达到很明显的效果了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需要特别的观察阴影部分 比如天空中的云 过度添加去朦胧参数 会让云上多很多噪点 所以当噪点开始出现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回调了 色调曲线中的亮色调和暗色调数值 和对比度设置呢 非常的类似 过分的使用呢 会让高光溢出 而阴影变得充满噪点 在点曲线中啊 有三个预设 中对比度呢 是比较常用的设置 而强对比度 尽量要避免使用 它呢 就是将亮色调 与暗色调 拉开了太多的对比 让照片当中的深色位置 看起来过于暗 可以说每张照片呢 都需要在最后进行锐化 和噪点消除 尽管拍摄的时候啊 使用的是最低ISO 像上面说的 很多提升对比度 清晰度的参数呢 都会让照片产生新的噪点 那些之前看不出来的噪点呢 会因为提高了立体感和清晰度 现在啊 就变得容易被看到了 锐化呢 也会产生噪点 所以在添加 锐化和细节的时候 也要注意观察 照片当中 单一颜色的区域 看看是不是出现了新的噪点 在调整的过程中呢 可以按着Option键 PC上的Alt键 来实时观察 调整的变化 去掉了复杂的颜色 细节和噪点呢 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先添加噪点消除 还是锐化呢 都没有关系 放大照片 观察细节 如果已经有噪点产生 那就先消除噪点 如果细节不好 那就先锐化 搭配明亮度噪点消除呢 来找到一个平衡的数值 既能保留足够多的细节 又没有太多的噪点产生 这可能需要反复的练习 找一找感觉 才能熟练的运用 通常呢 我们去评价一个镜头 是好是坏呢 就是看看它有没有暗角 追求没有暗角的照片呢 是前期的事 那后期 为什么还要添加暗角呢 其实这得看 拍的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风景呢 添加暗角 会让天空出现一个 奇怪的黑框 不好看 但如果是这样的题材照片呢 添加一个暗角 反而会变得更好看 所以在使用暗角参数的时候 找到合适的内容 再添加 不要每张照片 都加上暗角 这个暗角呢 添加的合适 就会让照片出彩 加的不恰当 反而会让整个的后期呢 前功尽其 感谢收看 后期训练营的全部教程 希望这六集内容呢 可以帮您很好的入门来通 从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到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 在后期时都可以做些什么调整 接下来呀 就靠多练习 来掌握后期的手法了 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后期流程方法 也都会略有不同 这和自己平时喜欢拍摄的题材 以及拍摄习惯呢 有分不开的关系 希望我自己的这套思路和方法呢 能够给您提供一个参考 祝愿大家都可以拍到很美的照片 享受摄影的过程 再次感谢Tourbox提供完美舒适的 后期操作解决方案 其实呢 它除了可以在Lightroom上使用 还支持Photoshop Final Cut Pro 达芬奇 Premiere等等十几种的主流软件 是平面和影视后期 甚至是插画设计 都可以使用的控制器 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后期难题呢 都欢迎留言或者是私信给我 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未来 每一个和旅行摄影有关的视频内容